大家好,我是下妈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用平底锅就能做出来的香煎米糕 松软好吃,还特有嚼劲 先准备500毫升清水 放入两块黄糖,组织融化 融化以后关火 把水放到不烫手的情况下 放入6克酵母 搅拌至酵母融化 再倒入400克的大米粉 150克的面粉 搅拌均匀 这里的面粉我用的是中筋面粉 一斤中筋都没有关系 再打入一个鸡蛋精 再次搅拌均匀 这里的话呢,一定要搅到位大概5分钟 直到完全没有颗粒 盖上盖子,让它自然发酵 现在天气热,大概20分钟就可以发得这么满 用筷子把里面的气体搅拌出来 看一下这个粘稠度 特别浓稠 平底锅不要开火 刷上多一点的食用油 倒入面糊 先让它静置10分钟左右 再盖上盖子 开火 把火力调到最小火 慢焖20分钟 像这样子 表面干干的 开裂 基本上就已经熟透了 表面刷点油 就可以倒扣出来了 平底锅 香煎米糕 就做好了 脆脆的 香香的 虽然有一点开裂 但完全不影响口感 特别好吃 用来当早餐 或者是当饮食 都非常好哦 甜度不高 吃多两块都不会腻 天气太热 做一些简简单单 又方便操作的美食 它吃起来的口感 带有一些嚼劲 又松软 如果你也喜欢 可以收拾起来试一下哦 我先开支了 喜欢我的食品 记得关注我 我是夏妈 下次再见 再见